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 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 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 从2017年4月起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 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 也难以笔及 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 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 穆斯林拒绝穿短裤 拒绝抽烟 喝酒 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 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 太疯狂了 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 像是科幻小说 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 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 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鼓励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育组的记者 今年2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兼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 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 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 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 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 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 100多万维吾尔人聚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 关闭这些集中营 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 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 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 不仅是美国 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 学者及新闻工作者 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 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 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 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 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 惩治主政官员等 威威卫视华盛顿报道 完美国公司与民革命运的建筑 公司与民革命运的建筑